吹烟鸟鸟,雾气哀哀 在安徽,四方各异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不同的完美风味 手艺在老左间守护相承 人们因智慧结晶,汇集美味,回馈人间 十一月的济西,富有诗意 济西人,对于家乡的眷念,在青砖带瓦,在徽丰香野,更在牵肠挂落的土造美食里 一口铁锅堆叠树层,各为食材的小团圆,成为相邻弥足珍贵的欢愿 江洪星,济西上庄镇有名的一品锅大厨,一座就是五十年 上庄镇一直保持着摊位买卖,今天一品锅的重头戏就在其中 熟人间的生意就是那么默契,几十年的老街坊,交往情感,可能就是相应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大厨,江师傅对食材有自己的要求 萝卜,是寄西人钟情的蔬菜,也是一品锅美味的源头 胡适一品锅,原名一品锅 一代文豪胡适,曾用这道家乡美食招待友人,由此名声大噪 今天的江师傅要做一道具有乡土风味的五层一品锅 锅炉准备,安静的小院里正在酝酿一场美味 江师傅手起刀落,将鸡肉,五花肉和萝卜迅速分离成块 为了最大限度锁住口感和营养,食材过水必不可少 鸡肉抽一开水,去除腥味,菠菜短暂浸泡 萝卜烧做番煮,红烧是一品锅制作的灵魂 大火翻炒,小火收汁,起锅瞬间香气扑鼻 色泽红润,这也是一品锅滋味的核心 原生食材是美味的起点 豆腐包选材讲究 豆腐与猪肉调制混合 馅料包入豆腐果中,成就了豆腐包的风味雏形 带每一层的半成品制作完毕,迎来了一品锅最为关键的环节 红烧萝卜垫底,豆腐包围绕锅圈点缀,红烧肉豪气加入 上层用金黄的蛋脚覆盖 红烧鸡在顶层最为抢眼 经历了长达五小时新手合一的塑造 在火炉热烈的加持下 最终酿造了这份灰粥的地道风味 可谓是重油、重色、重火工 也留下了一品锅,三五七层花色多 品其味,离桌不离锅的美誉 食客们尝上一口,味道里都是满足 同样是一口铁锅 一道跨越千年的吊锅 当地人给它赋予别样的风味 金寨,地着大别山附地 秋冬时节,漫长寒冷 当地人便点起火把 在乌粮挂上铁锅来炖熬菜肴 金日爱掉锅便在这独特又富有暖意情趣的大山香野里 诞生了 晨曦,天堂寨镇,溪水潺潺 黄师傅的咸肉在经历十余天的风干日晒 迎来了风味转换的最佳时机 咸肉擀刀下锅焯水 这是缓冲咸味提升口感的催化剂 在灶火的热烈加持下 咸肉的风味正在雾气腾腾的灶台上酝酿散开 为了获得咸肉极致美味 还需要另外一种食材的加入 金寨干笋 食材用骨法将鲜蒜焯水晒制而成 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纤维素、氨基酸等微量元素 干笋配咸肉 毋庸置疑 是寒冬里做金寨吊锅的黄金搭档 随着黄师傅的菜头落下 一块块色泽鲜艳的咸肉散发出浓浓的辣味 食材准备完毕 接下来便是风味的集合环节 咸肉筛切下锅翻炒 加入开水焖煮 热气在沸腾欢月间加速着肉质的软化 干笋与蒜苗辣椒加水焖炒 在热力作用下 为吊锅的终极集合 柔和出一锅地道风味 干笋与蒜苗辣椒加水焖炒 在热力作用下 为吊锅的终极集合 柔和出一锅地道风味 金寨钓锅素有一锅百味的美誉 在岁月沉淀中造就了这道流传千年的经典 这个钓锅是我们大别山里的 从几千年下来都是这样吃 因为山里面太冷了嘛 好吃吧 好吃 好吃 如今 彪国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美食 刺激介意 不仅是人们钟爱的美食 也是一道关于家的风味记忆 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啊 上个农村的土鸡 大宝 这才是我的好的 在安徽 关于锅的风味酿造 晚北人用豪迈的烹饪方式 让地锅成为了一道风雨餐桌的美食 石榴 不仅是可口的水果 还有一个鲜为人质的妙用 养鸡 安徽淮北 龙脊山下 在明清石榴园里 有一群身形矫健的走地鸡 从小便吃石榴皮子长大 做出来的帝锅鸡肉质仅实铺柴 在当地有个响亮的名号 石榴帝锅鸡 上午九点 厨师李师傅 从鸡舍挑选了一只两年多的公鸡 准备为今天的食客奉上最地道的香檐美味 李师傅的每一道地锅鸡都是现杀现烧 随着菜刀快速挥洒 鲜嫩紧实的鸡肉与我们豪爽相见 地锅鸡的起源来自民间 同样经历了土地锅到餐桌化的发展 然而要守住风味的口感最佳 石榴只烧起了铲火灶 才是石榴帝锅鸡名副其实的法宝 李师傅的土工鸡无需炒水 鸡胃佐料加持快速煸炒 带鸡肉香味弥漫 加入适量清水 地锅鸡作为安徽的一道招牌菜 锅上的薄饼更是锦上添花 做好的地锅鸡浓厚的酱汁 勃满每块鸡肉 即麻 辣 鲜 香于一身 俘获着人们的味蕾 完美定国鸡 它是千货少的鸡 然后它那个本身有庞山鸡 味道比较好 比较那个肉质比较Q碳 是用那种小时候那种土豆做出来 它非常地有小时候的味道 这家定国鸡的味道还是比较特别的 那个肉质做的就是近乎的很烂 而且这个还比较有焦劲 这一家算是我吃的味道 算是比较好 算是熟一熟二种 我心里那么外 长遍时间蒸修 始终奠念的味道 我们称之为家 美食是团聚最好的理由 一家人围着而坐 品的是滋味 滋味更是记忆里家的味道 一座城总有一个味道 那么和肥是什么味道 是梧桐树在空气里一阵阵飘香 是静雨洞的激情碰热 还是乡村画卷里的一碗鸡汤 三国时期 曹操新军制骨盒被逍遥禁 留下一道药膜名菜 曹操鸡 又称逍遥鸡 自此 拉开了当地百姓吃鸡的序幕 和肥人的食谱 和肥人的食谱上 也多了一味吃鸡的风味 曹操鸡 是和肥的内湖 作为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湖泊 自然环境优越 气候适宜 为养鸡提供了优先的环境 农户王进行的养鸡厂 就在和肥潮湖市汪桥村 每年约有一万只土鸡 从这里远销上那一碗 对于王进行来说 养鸡是头等大事 养鸡的食料是重中之重 走地鸡之所以飙行匀称 离不开来自东北的玉米 它这是轮冬 它这个厚度比我们来说的玉米厚度 它的玉米轮重好 玉米粉也好 而且它这个1.7色的米 很绿色的 东北玉米膳食纤维含量很高 富含较多的糖分 以及氨基酸和蛋白质 东北玉米作为食物中的黄金 成为生活中必不缺少的作物 走地鸡是特别敏感的家庭 开门的微微响动 让四处游走的鸡快速集结 玉米慢慢落地 群鸡为了饱腹疯狂开价 吃饱后的走地鸡喜欢树荫下打管 看着这一只只走地鸡 寄托了王靖恒对生活美好的希望 王明胜 潮湖是汪桥村村民 对于鸡的做法有自己的心得 每逢年节或者重要的日子 他都要装上一只鸡 倔强的鸡在王明胜手里 轻刻之间没了脾气 鸡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作为佳禽 其胸化历史至少约四千年 直到1800年前后 鸡肉和鸡蛋才成为大量生产的商品 想要保证鸡肉的新鲜 必须快速处理鸡毛 使用75-80摄氏度热水 浸躺鸡身 高温下的鸡毛在王明胜手里快速脱落 等待羽毛软化 加入凉水确保鸡肉的毛孔收缩 夫妻而人快速配合 清水冲洗 得到一只干净鲜润的母鸡 家庭里分工明确 清理鸡肉的细活落在了王岩的手上 沿着鸡肚缓缓下刀 鸡胸肉展露眼前 清水冲洗鸡的内地 得到一只鲜嫩的土鸡 正宗土鸡鸡肉白色至浅黄 呈现出透亮的光泽 皮肤光滑滋润 肌的背部和尾部脂肪分布均匀 肌肉丰满富有弹性 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蛋白质 其营养价值较高 夏日的小院格外耀眼 王大哥快速下刀 肌肉正被慢慢分解 肌肉的肉质鲜活富有弹性 农家土造可以还原食材的原始状态 柴草在锅底燃烧 铁锅加入少许清水 将鸡块下锅 轻轻翻动 鲜嫩的肌肉急速在热水中窜透 肌肉经过焯水 更大限度锁住肌肉中的营养 把控时间将肌肉快速捞出 瀝干水分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百年古井水是鸡汤风味的真正主角 井水中含有丰富的矿木质 甘露纯清甘甜 为鸡汤的鲜美添了一味风陀气息 鸡尾来了 淘土砂锅作为炖汤的容器 具有更强的倒热功能 早在几千年前 人类就开始使用砂锅作为容器 砂锅们指出的鸡肉更加鲜香软烂 调入井水 简单地配料笔 保证鸡汤的原汁原味 煤酒炉更好地让砂锅持续锁住温度 生活有时候跟炖鸡汤一样 都需要时间的积累 只有达到一定的费点才能释放出营养与香味 两个小时的熬制 鸡肉正在生化 汤汁清流香氛 鸡肉脆软香糯 很有韧脚 一碗鸡汤温情传递 化作家人间团聚心灵不变的风味 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稻谷历史 成熟的稻谷饱满金黄 每根枝条上都挂满稻 如今稻谷成为生活里的主要食物 也是养鸡的重要食料 上午八点 三河农场的农家经理郭本源 提着一桶稻谷 为劳他的财富密码 山林基 这里的山林基 羽毛黄黑发亮 眼睛灵巧活跃 机关通红饱满 姿态健硕活跃 山林基 像精灵般穿插游走山林之间 想要抓一只山林基不是一件异事 郭本源拿鸡补鸡网 大步往树林深处走去 锁定一只鸡 身体自然放低 脚步防慢 头略向前倾 找准时机快速一扑 即成功入网便插尺难逃了 解锁肌肉封为密码的钥匙 就藏在大厨袁松手里 肌肉的处理有着自己独特的秘诀 宅杀的肌肉必须经过低温冷藏 低温下的肌肉可以快速释放酸 让肌肉更加富裕浓香 冻鸡快速放入70度的热水 释放肌肉表皮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将鸡放入砂锅中 两个半小时的炖煮 此时的鸡汤早已完全浓郁 油花轻浮 鸡汤沸滚 空气里浮满鸡汤的香气 熬制后的鸡肉弹爽 肉质细嫩 浓缩了河飞人对风味的积累 在安徽 鸡汤的吃法丰富 搭配上小米更有风味 小米与鸡汤的鲜美完美融合 带来口感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 经过了鸡汤的浸泡 炒米非常的入味 鸡汤泡炒米 味道特别新美 鸡汤很好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吃的 很健康的 夜幕降临 在漫长的岁月里 肌肉充满想象力的风味转化 完全融入到河飞人的情感里 才成就了河飞老母鸡汤 大道至简 内有玄妙的经典风味 这是古物演变而来的传统美食 方寸小吃百年几亿 一双翘手包含淳朴匠心 传承人间滋味 造就了一道道独具一格的灰州风味 安徽黄山 屯膝老街 被称为流动的青年上河图 在这里最让人称道的 是传承了六百年的灰州民小吃 黄山烧饼 黄山烧饼 也被称为旧家烧饼 金黄四蟹的外壳 包裹着梅干菜扣肉的鲜香 酥脆爽口 回味无穷 看似简单的风寸小吃 却需要炉火纯青的工艺手法 90后阿俊 黄山烧饼的新生代传承人 六年经验 做饼早已安熟于心 开水泡面 需快速搅动和面 待面去成形 以凉水调和温度 反复揉面几十次 揉面是个整形的 体力活 但揉出的面 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有劲道 做出的黄山烧饼 斯文又脆 从和面到成品 黄山烧饼的风味灵魂 在于用掉 起酥油 选用当地菜籽油 确保烧饼层次分明 留有灰香 土猪肉 肉质细嫩 肥而不腻 当地盛产的梅干菜 富含氨基酸和肥肉丁相遇 组成最佳CP 制作200个烧饼 阿俊需要三个多小时的身心投入 十几道工序 只为了每一个胚子的味觉构建 纸皮 裹馅 刷仪 简单的手上功夫 需要确保每一个烧饼 在烘烤后饱满不烂 木桶下炭火 高温下 烧饼 在梅干菜和猪肉的风味交织中 逐渐所造成 黄山人离不开的灰州美食 我从苏州过来 因为他给我尝了一个 我感觉很好吃 黄山烧饼吃起来很脆 又有点香 其实不错 感觉梅干菜辣的好吃 黄山老街的一定要买点 这个黄山的土车产带回去 我们从府洋过来 第一次吃嘛 然后吃了好吃 然后又买了好多 辣的 辣的好吃 这个都不要你鲜了 食物的风味 不仅随着时光而变换 不同地域的人 也懂得从食材中提取精华 并赋予它另一种神奇的口感 安徽合肥长丰县的下糖烧饼 因其香脆酥软 让人们的饱腹变成一种享受 葛德桂 外号宝哥 他的烧饼在当地名声响当当 这得益于旧爷爷杨九聪的真传 干葱老姜陈猪油 牛头锅制 反手炉 这是下糖烧饼传承至今的口诀 但要掌握烧饼的风味密码并不容易 葱 姜 猪肉 这是下糖烧饼的经典馅料组合 辣椒 酱油 菜籽油缺衣不可 搅拌均匀后 馅料需尽至三小时以上 做下糖烧饼 当地人叫打烧饼 上糖的面粉与水融合后 在葛德桂的手中凝结成精华 葛德桂打烧饼 易如板掌 和面结束 还需经过漫长的发酵 三小时后 面团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形成气孔 保证了烧饼的松软可口 捏面挤 裹馅 打饼 葛德桂的手上功夫如火纯青 撒上芝麻 将成型烧饼 反手打在穹型吊炉上 伴随纹火均匀慢烤 温度悄无声息 浸入饼皮空隙 三分钟的炉火 激发出面粉与馅料的美味 炒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 外酥里嫩 也正是这种天锅地造的独特方式 让下汤烧饼成为当地 最具烟火气的一道主食 这么直接就来买一下 口感挺好的 也很脆 我从那边有五年路的口子来买 在安徽有一种小吃 同样是谷物小吃中的嚼嚼者 形如月牙 壮似元宝 咬上一口口感酥脆 鲜味鲜美 这种靠油炸素形的特色小吃 在安徽被命名为三合米饺 三合米饺的制作 以三合果振最为地道 在当地 丁师傅的米饺店能受捧二十余年 靠的正是对美食的热爱和看家的手艺 三合米饺新四饺子 却是用当地盛产的鲜米粉熬制而成 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 再加上独具地方特色的馅料 造就了这道过齿流香的传统美食 对于米饺的工艺 丁师傅有自己的风味钥匙 油锅烧热 将蒜末率先下锅提鲜 肉丁 米虾和豆干相继加入 任凭美味翻滚胶肉 再加适量清水 文化焖煮 锁定馅料的鲜美口感 一碗调车的淀粉淋入 不停搅动 沸腾欢乐之间 米饺的馅料便制作完成了 然而 米饺的风味转换才刚刚开始 这个面必须要趁热 就像这个大条均匀的50克左右 一个小筋子 中约50克的面积做皮 填入馅料 粘合面皮 保证饺子成型 坚固细微的颗粒感 大火热油 下入饺子生坯 待米饺浑身色泽金黄 再炸五分钟便可出锅 外皮酥脆鲜美 口感软弱顺滑 米饺不仅是当地人的早餐必备 更吸引着远近游客 前来品尝这一口地道风味 吃鞋比我们那边好像是正宗一遍 好哥 米饺里面的性质很实在 相当very good 每一次来都是被选的 因为它承载了很多的香情 不平常的寻常百姓 塑造不寻常的味道 将情感轻注食物 为食材富裕灵魂 这 大敌就是民以食为天的意义了 湖泊 蕴藏万物 人们监心老作 收获自然馈赠 旧地取材 感受鲜于美 同一类美食百般滋味 精心烹饪 巧妙组合 以鲜美塑造食材的卢特 品味湖泊的滋味 感受自然的脉搏秘密 天气渐凉慢慢入秋 位于潮湖边的肥东县 又到了捕捞水草的季节 新鲜嫩绿的水草 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这种草料有着特殊的用途 潮湖自古就有三鲜 潮湖螃蟹就是其中之一 也是安徽本地的风味标签 石师傅养殖螃蟹已经几十年了 在过去物质不丰富的年代 便用水草喂养螃蟹 现在依旧保持这样的传统 潮湖螃蟹 适当搭配古物以补充营养 潮湖螃蟹 潮湖螃蟹 无土腥气 味道鲜美 品质位居阳城湖 红泽湖之后名列三家 金色渐黑 凉爽的温度使得螃蟹更加活跃 螃蟹通常在夜间出来觅食 常常喜欢潮湿的环境 借助手电灯光 迅速捡起螃蟹 等待螃蟹的 是另一种风味的变化 合肥 长江三角洲的地位优势 为城市带来发展机遇 庆祝 六月时节的大闸蟹 被称为六月黄 只需上笼蒸煮15分钟 便可保留螃蟹原汁原味 蟹肉温润清甜 鲜嫩美味 蟹黄晶莹剔透 呈橘红色色 清清一口 满满的鲜语香 六月黄 虽未长满 但肉质新鲜香甜 成为卢州人的最爱 螃蟹对半切开 沾上面粉封口 热油快速锁住螃蟹水分 只需变色便可捞出 洋葱 洋葱一种配料快速过油 香味布满空气 爆炒调料加入螃蟹 不停翻炒 螃蟹与洋葱众多配料充分融合 一盘应激红烧螃蟹 浓醇咸香 螃蟹的另一个搭档是大虾 热油清柱锁住鲜味 配以年糕黄瓜煸炒 最后加入葱段煸香 逼出香气 一盆虾冰蟹酱将完美呈现 如果说螃蟹是鲜香横行的潮湖之味 那么另一道关于鱼的风味 也是不可错过的食令真修 贺玉梅在古镇经营一家和鲜饭店 菜品随季节变化 但是杂鱼锅以其独特的风味 征服了无数的味蕾 贺玉梅每天早早来到附近的菜市 仔细挑选着杂鱼 确保菜肴的新鲜味美 这是多年经营的习惯 随着秋风渐入 古镇它穿越时光 一种和鲜滋味如约而至 王之国是和鱼梅的丈夫 她主要负责处理食材 拿起一条白丝取出内脏 清水管腹冲洗 确保和鲜的鲜美滋味 潮湖白丝 身形修长 鳞片洁白如银丝 鱼肉纤细柔软 富有弹性 鲫鱼肉质鲜嫩 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杂鱼锅讲究菜肴色泽红量 所有的食材必须快速处理 热锅加入香油 切好的葱姜蒜倒入锅中 煸炒爆香 搭配适量辣酱更是入味 注入灵魂清水 清水慢慢与香料交融 此时将杂鱼放入锅中 鱼肉鲜嫩口感与红烧的香气相结合 给人一种诱人的食欲 杂鱼迅速吸收着红烧汤汁的美味 鲜美的鱼汤将鱼肉的印记美味极致逗留 和线的滋味百转千回 一碗杂鱼锅醉逝温暖人心 安丰堂水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古名《雀碑》 武士后被誉为天下第一堂 在寿县的小巷中 隐藏着一家风靡当地的饭店 这里的红烧甲鱼成为了美食界的瑰宝 姚军擅长运用寿县本地的传统调味料 将甲鱼的鲜美与风味完美融合 姚军深知 选用新鲜的食材至关重要 每天都挑选最新鲜的甲鱼 确保菜品的新鲜和口感 姚军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他将每只甲鱼都经过细致的处理和清洗 确保食材的卫生和新鲜度 这个甲鱼油是不可以使用的 清理好了 现在把这油切掉 用温水将甲鱼过水去除异味 老猪再次清水冲洗 它运用多种本地的调料 以及励质的汤底配方 将甲鱼的鲜嫩和汤的醇厚融为一体 烧制的过程中 甲鱼肉质逐渐入味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油均独特的调料配方 使得红烧汁浓稠醇厚 做好的甲鱼色泽红亮 香气又仁 鱼肉滑嫩 时刻夹起一块 汁液在舌尖回荡 令人回味无穷 这道红烧甲鱼不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 我们就喜欢吃这个甲鱼 这甲鱼吃得很暖和 冬天吃到了一大骨 味道挺好的 口感很别好 甲鱼的清面吃起来特别的口感很暖和 甲鱼肉味道非常香 阳光正好 寿仙瑶君的甲鱼锅 给人们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 贺玉莓的甲鱼锅 让炎热的天气 找到了舒爽与美味的交汇 秋衣渐浓 螃蟹以快速的姿态成长 每一口螃蟹都是一种享受 勾起了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激 美食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交流的媒介 山珍秀丽 自然收获 人们用环境之变 勤劳质朴 在平常劳作间 收获喜悦与祝福 从食材采摘到山珍海味 再到餐桌上的琳琅满目 烟火给予人间温暖 点亮四季风味 安徽济溪 素有灰菜之乡的雅号 这里流传着一道宴席名菜 十万八 由以福岭十万八最为文明 在灰菜中独树一帜 也是湾南地区最隆重的宴席龟客 灰州是一幅诗意画卷 高低错落的灰白建筑群 掩映在如猛似幻的烟光浩渺之中 早晨六点 回来顺便提着菜篮子走出老寨 为今天演到的来客准备午餐 对于灰州居民来说 房前后院都会有一帮菜地 简单雅致 自给自足 胡师傅趁着露水尚未散去 采摘新鲜的麻椒 确保今天午宴的鲜食尚客 作为十万八宴席传承人 胡来顺从事灰菜烹饪已经三十余年 对于食材处理早已烂熟于心 手摘青菜 萝卜切条 辣椒切断 鸡肉大到多快 豪放大气 草鱼快速分离 切成块状 猪皮快刀成块 简单明亮 对于灰州人来说 家家屋顶都会晾晒一些食物 红薯粉丝就是其中之一 它也是十万八原料之一 灰州的厨房富有风味的气息 厨房水汽慢慢升华 胡师傅及其助理阿姨 孙春华一切准备就绪 此刻 正酝酿一场风味的变化 十万八的重中之重 为胜台积 柴火在炉堂内慢慢升温 铁锅温度升高 加入鸡油煸炒 再炒出油脂加入鸡肉 瞬间香味四溢 鸡肉在铁锅炙热下慢慢旋缩 高汤灌入 搭配合适的调料 大火猛龙 鸡肉的风味瞬间发生变化 肉质伸出汤汁 肺腾欢圆 盖上锅盖慢慢焖煮 灰州文化极具地方特色 不管是传统民俗活动 还是地狱的美食文化 都是一张地狱名片 在宴席上 十碗吧的第一碗为上台鸡 最后一盘是下台鱼 对于做鱼 胡师傅也自有经验 国内倒入少许油 鱼块下锅兼制微黄定层翻面 再加入清水没过鱼身 鱼肉慢火熬至汤汁浓厚 盛出鱼肉 此刻鱼肉鲜香味美 十碗吧切碰料过程中 使用了十种调料和十种工序 以及制作后的八种口味 被称为十碗吧 十碗吧不仅仅是一种宴席 更是一种徽州文化 射县古城 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距古城四公里处 有个古村落问政村 在海拔八百米的高山峡谷中 生长着一种风味 山林地区雨水丰沛 羅来翠一同网制 上山挖一种美味 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问政山 山竹茂密 竹子的根茎处长着一种山野风味 表皮覆盖着棕黄色的头皮 身姿肥短 顶部略肩 外形成锥形 竹笋的挖掘需要技巧和耐心 尋找山笋的根须 看准铁锹沿着根部插入泥土 顺势一翘竹 竹笋破土而出 捡起竹笋扔进篮子 新鲜竹笋带有淡淡的竹香 富含膳食纤维 质地鲜嫩 竹笋蕴藏着大自然的生命力 承载着生活的美好 忙碌了一上午 罗莱翠首提鲜笋 踏雨归来 将竹栏放置屋檐下 雨水滴在山笋表面清理泥土 流清水冲洗损身 稀后的竹笋轻轻自然 切掉竹笋多余部分 沿着竹笋根部往下下刀 拨去外皮 鲜笋弄竹笋心 温正山笋味道鲜美 山笋肉质细腻 口感爽脆 富含维生素和钾 温正竹笋清香鲜嫩 每年产量较少 口感和营养价值也较高 将嫩笋切成薄片备用 在黄山 这片山笋常常与咸肉搭配 肉质细嫩 肥瘦相间 口感鲜美 可以长时间保存 是黄山地区的特色美食之一 这是一道传统的家常灰菜 切好的咸肉直接烹饪 肉香滋味浓郁 山笋加入咸肉锅中 用文化焖煮 山笋快速吸收肉汁的精华 炖好藤汁柔软可口 散发浓郁的香气 这是山野带来的鲜美滋味 也是农家餐桌上的一道经典美食 灰香固里 湿润的气候 营造神秘的境界 人们因寒宗文化守护传承 感受美食的魅力与韵味 在灰香的田野里 宅河盛正津津守护一帮绿色 每年端午前后 桃花坛将迎来华龙州的民俗活动 这一盛会给这片香土 注意了浓厚的节日风味 桃花坛这个诗意的乡镇 美食从不缺少 其中王文宴是桃花坛地区有名的宴席风味 宅河盛是本地乡名储 本蒸肉的关键 在于选用优质的猪肉 将五花肉切成肥瘦相间的大块 便于蒸煮和入味 这道菜是王文宴主打的一道菜 也是我们当地办行的一道主菜 特色就是软肉香甜老少几口 腌制的五花肉与米粉均匀搅拌 米粉快速吸收油脂 拌匀的米粉肉 还需加入蜜质汤汁 汤汁也是我烧毛铃皮膀 一种上里一种汤汁 米粉肉的蒸煮非常讲究 一般在两到三小时之间 蒸好的粉蒸肉 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外观绵糯诱人 肉质肥而不腻 让人大快朵鱼 桃花坛湖水清澈 常年保持10摄氏度 适合鱼的生长 宅和盛每天都会取上几条 满足一日的菜品需要 这里的鱼肉鲜嫩细腻 巧妙地将虎水鱼做成一道鲜美风味 以其新鲜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 征服了无数时刻 更能展现鱼肉的原汁原味 宅和盛的每一道菜 让人心吃生亡 其中 王伦燕包括八大碗和四道凉菜 茂林蹄膀 软糯香甜 肉质鲜嫩多汁 茂林糊 口感香醇 回味无穷 分蒸肉 口感软嫩 肉质香滑 红烧鱼 鲜嫩多汁 汤汁浓郁 甘蒜蒸肉 香脆香滑 口感细腻 香飘鹅井 冷藏温和 鲜香软糯 山药肉汤 清热去火 口感清爽 其中凉菜有 凉拌皮蛋 凉拌猪耳朵 凉拌鸭针 糯米藕 王伦燕蕴含着桃花坛的传统文化 更是对美食的独特创新 龙洲进度 欢声笑语 在桃花坛领略 灰香的独特魅力 一日三餐 刺激变化 厨房 承载了胡师傅的酱心美味 两个人尝到五小时的忙碌 终于完成了十碗巴的全部烹饪 一桌香艳得以圆满的呈现 同一片水源一脉相承 付出劳动的汗水 获得鲜美时光 你们来了 来 请 好 美食链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给予温暖和祝福 一桌人围装而坐 正是秦义最好的庆祝 人间智慧 在一碗完美味中 时刻虽来自天南海本 收获了相同的归属感 探寻这片土地的传承和风味 在安徽的美食版图中 家庭的风味酿造自成一盘 烹调上炖煮陶鲁 大香径庭却各力风骚 从宫廷御膳到民间舍尖 即便跨越千年 回味经久不衰 香满江淮 这是一道辗转千年的秘制鲁味 色泽清爽 味美醇厚 享有地阔十里 香柳一寸的美誉 因其产子无山珍 得名无山共鹅 羊儿 这道风味的酿造 离不开一种优良的本地鹅种 初冬暖羊 在安徽寿县板桥镇 一群英姿飒爽的惋惜大白鹅 迎来了自由放风的时间 我们宛西大白鹅 是水保温 养着的手脊都是两百多天 荒木驰验 为你守着天然的道夫 保持它一个好的肉质 宛西大白鹅 蛋白质含量高 富含人体必须的多种氨基酸 脂肪含量低 是制作无山共鹅的最佳食材 二人又要上个七位 二人又要上个八位 上个两位 上午时分 在逢是无山共鹅店里 时刻们闻香而来 只为品尝到今天的第一锅美味 无山共鹅之所以如此受捧 风味关键在这一口老鲁大锅之中 四十一岁的鲁儿师傅邵胡波 在这里已经干了二十四个年头 他要赶在下班前 鲁制出今天的最后一批贡鹅 我做这个贡鹅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大火烧培上个小火的慢炖 感觉都不就是那个秘方 老鲁做底 加入八角 桂皮 茴香等 十几味中草药慢火熬制 一味纯正的共鹅 需要长达四小时的匠心打造 胡师傅凭借一人之力 需要颠少往返于六口鲁锅之间 少一分不烂 多一分则老 带鹅体成综合色 入味多汁的无山共鹅便可乘上餐桌 鲁制好的共鹅 健脾养胃 清热解毒 鹅肉和鹅头 鹅长等八大剑的组合 也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全鹅宴 昔日的朝廷供品 如今已成为四方食客们无法抗拒的一味 我们从许宴过来的 鲁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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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锅污染这个地方混合很特色 转成了这个地方吃次 每次来赫围 从路过的时候都得鲁锅吃一吃 它家的味道很好 这个鲁锅头发非常嫩 特点香 和肥 古称鲁锅 安徽省的省会 人口超过960万 千年鲁锅城烤鸭酒飘香 在和肥 一种更具特色的传统名菜 散发出厉久弥香的鲁锅滋味 鲁锅烤鸭 原系宫廷御膳美食 明时流入豪门至民间 成为一代代和肥人最熟悉的氛围记忆 而这一味烤鸭的制作 以鲁锅烤鸭店最为正宗 鲁锅烤鸭选用当地小麻鸭作为原生食材 为保证烤鸭的极致口感 处理方式自由抢救 清理好的鸭子 旨在鸭身开出小洞 各类调料塞入腹内 抹盐至关重要 对于汪师傅来说 几十年的经验沉淀 是保证烤鸭咸香适口的看家本领 烤鸭鸭 灶台上 另一种调制剂正在酝酿散开 蜂蜜与水混合 把握精准比例 是芦州烤鸭脾脆肉香的关键 搅拌三五下即可出锅 芦州烤鸭要风干二十四到二十八个小时 烤鸭 风干好的烤鸭 蛋白质结构改变 水分渐渐蒸发 肉质变得金黄紧实 在果木炭慢火加持下 油脂蒸香渗出 表皮金黄油亮 也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挂炉 赋予芦州烤鸭 香气浓郁 皮酥肉嫩的极致口感 如果再搭配上大名鼎鼎的鸭油烧饼 咬上一口更是满口生香 欲罢不能 吃比较脆香香的 只要一到这边你就不来吃 味道挺好的 我们每一个月来四次来吃这个 它鸭一直皮比较脆 然后肉很嫩 我们每次来都是奔着烤鸭来的 吃起来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对鸭的风味追逐 不同地域料理方式各不相同 博州 华驼故里 被誉为中华药路 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菜市场 在这边中药浸润的土地上 当地人就地取材 将医药和美食巧妙融合 修炼出一道道 快指人口的养生名菜 千年药膳 华醋门鸭便是其中之一 在博州 大大小小的餐厅 都有自己的拿手药膳 每天大厨王世界都要为十个奉上各类药膳 星辰在博州中药材交易市场里 往来药商络绎不绝 这里是博州中药材交易中心 也是全球的中药材集团中心 每次的时候我都到这里逛一逛 对我做药膳这一块有很大的帮助 老板 对于博州门鸭的制作 王师傅需要一剂必不可少的药材 人参 一鸣黄参 胃甘微苦 作为药膳中广泛加入的中药 用于焖鸭可以补皮异肺 生津安神 一道纯正的华州焖鸭 需要十几种调料的辅佐 上的麦芽糖与水融合 鸭子放入锅中 需用沸水反复淋冲 催化皮孔扩张 让糖分浸入里层 要获取焖鸭的极致风味 富当导火 如同一场热烈如智的犀利 随着滋滋的爆裂声 鸭子在油锅中发生奇妙的梅拉的反应 这也是构建焖鸭型颜色的关键 生姜 大葱 花椒等各类辅料 接种登场 锅煮飞以后我们加入食盐 鸡精蚝油进行调味上色 代替汤熬制完毕 闷鸭迎来了最后的风味酝酿 热烈沸腾的汤汁 浸染鸭肉的香醇 药香与肉香交织营绕 香辣与甘甜也在这里神奇邂逅 小火慢炖约两小时 鸭肉脾肥骨香 软嫩爽滑 从视觉到口感 无不艰险着安徽人的含蓄和内敛 一道风味的成仙 百转千回 龟真与舌尖也滋润着人们心甜 每一种美食的酿造 从追根所缘到如法炮制 无不与流年变迁中 从容淡定地飘香而来 这是一个鲜活的世界 食材的真选 严格遵守新鲜的政策 食材的丰富 也让烧烤变得更为灵活多样 炎夏如叶 何非夜生活拉开帷幕 这里的人 中情一种特别潇洒热烈的风味 让人为谋情愿 鲜闻其香 烧烤 无疑是时刻满最妄言欲穿的夜间内饰 在河飞冰火星区 马永祥师傅的羊肉烤串 总能招揽无数回头客 经过十年纪念积累 马永祥深谙配料的调制技巧 有七味调料以恰到好处的力道 揉搓搅拌羊肉 静止半小时 带鲜香摄入羊肉里层 寻取柳枝条作为串签 柳枝羊肉串 几乎是时刻们必点的下酒菜 夜幕降临 时刻入许登场 马永祥在后厨开始大显身手 柳枝串上羊肉后 在炭火的熏烤下 可以分进羊肉中的山味 还能将柳枝天然的芳香 信任柔心 河飞人馆宵夜烧烤 叫小庆 三五好友为座 陆本川 喝杯酒 公筹交错之间 为热闹的市井增添了 极许矿位 烧烤是人类最原始的烹调方式 烟变至今 无论从烤的方式 还是食材斩料都千变万化 在合肥大大小小的烧烤店 各有自己的一套秘诀 姚金龙店长的烧烤店 让人流连忘返的把宝是 密制羊肉烤串 烤之前 将羊肉沾上密制酱料 保证羊肉鲜嫩酥香 自然 辣椒 芝麻 姚金龙熟练地掌握火候和调料比例 在烈火的炙烤下 肥肉 瘦肉的油脂香火渗透 又融为一体 翻转间滋滋冒泡 香气漫漫令人垂涎雨滴 保证羊肉口感盛成 羊肉的切制方法自有讲究 沿着肌理分层切开 筋肉分离 羊肉串选用鲜嫩的羊腿部位 切成框块 再用竹签串连成串 肥瘦相间 保证烤熟的羊肉绵软不柴 油耳不腻 羊肉性温热 脂肪胆固成含量少 温补滋养 是人类天然的养生食品 位于安徽富阳的影河 是淮河最大的支流 在这片水土上 甘罗村的村民养育着一种粗犷的山羊 富阳白山羊 富阳白山羊 所怀北白山羊脾系 身心紧凑 四肢高调西长 眼睛大而有神 因其繁殖能力强 弱质细嫩 颇受市场青烂 但列个原因是 农户便将山羊卖出 山羊也将奔赴风味转化的使命 张瑞便是把山羊转化成人间美味的人 十年前 二十岁的张瑞 在合肥烧烤烤商户中 成为最早一批做户外烤全羊的人 我们的小山羊呢 都经过我们严格的精挑戏学 我呢每个星期呢 也都会去到晚北去挑选我们的小山羊 张瑞的烤全羊店在合肥天台 这里是当地青年毕达卡的网红地 烤全羊藏着这里专属的豪爽情节 也为生活增添了满满的仪式带 果木做炭 电炉为造 对于烤全羊的制作 张瑞已经轻车熟路 随着烤架开始云速旋转 羊肉均匀持续守温 长达三小时的美味之旅 由此开启 烤箱之外人声鼎沸 烤箱之内也有一番滋味 烫火促使羊肉慢慢变黄 羊皮尽收 油脂争鲜甚出 烤制约二十分钟 水分逐渐烘干 羔羊迎来风味的最佳升级 抹油 一只风味的烤全羊刷油至关重要 寻取特制菜籽油 每隔二十分钟抹一次 持羊皮表面 持续受油保护 最大限度保留水分 封烤鱼一小时 张瑞开始第二道关键工序 戴刀 张瑞戴刀 快 文 准 刀与肉的碰撞 鲜嫩的羊肉坦诚相间 肉质顿感弹爽 不焦不糊 表面金黄油亮 笔满出一股诱人的倾向 新疆自然粉 湖南辣椒粉 调料均匀撒至羔羊表面 这个是我们家的蜜脂酱料 然后呢这个酱料是用了五六种中草药 十余种大料调配阿尘 这个酱料刷在小羊的身上 使小羊保持原有的鲜味 但不是羊的小三味 商量结束 需封炉烤制五分钟 才能正式出炉 烤全羊全身二十多个部位 每个部位都释放不同的味蕾刺激 人们沉醉于味觉的享受 也沉浸在烟火的温情中 如果说烤全羊是现代人对传统佳肴的眷念 烤猪蹄则是烧烤随时代演变而来的 新晋网红小吃 雷杰 河飞最热闹的美食聚集地之一 老板华瑞的酱香烤猪蹄 便隐秘在着人来人往中 佐伟在小吃界闯荡了六七年的九龄后 为了做出独具有格的风味 华瑞从一年前开始自己的烹饪实验 寻取新鲜猪蹄蒙火出去绒毛 增加猪蹄的风味 提高猪蹄的韧性 目前为止就做了一种口味 店里忙忙不过来 但自己现在研究出来都有三种口味 麻辣鲜香 我说现在的大种口味嘛 采用密制料包 放置于调味的老卤当中 加入猪蹄后采用慢火焖煮 促使猪蹄软化 让香气充分渗透 约一个半小时 猪蹄卤制完成 此时的猪蹄软糯鲜香 果酥柔嫩 为了获得极致的口感 一抹调制辣酱必不可少 再配上汲取芝麻 不同滋味地融合 让猪蹄被料理得活色生香 每天下午4点 华瑞将卤制好的猪蹄 码在栏味上 等待时刻翻白 炉火慢烤 猪蹄焦香四溢 不停翻滚 时刻保持猪蹄的温度 催使猪蹄风味的变化 剪刀快速落下 代表皮香脆 鲜香散发 弹性十足的烤猪蹄 便完成了 我们就住在附近 你先过来吃啊 他这个地方撒尿 别的地方撒尿 要更好吃一点 更香一点 非常柔软 非常糯 口感很好 家子你也很喜欢吃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觉符号 合肥兼具北方的豪发和南方的温婉 独特的地理位置 南来北往的人群聚集 不同的口味喜好 在这座城市得以和解 不同的美食碰撞 如何出合肥自成一派呢 别要风味 依水而半 人们因生活之变生生不息 为了获得劳动后的艰辛生活 随着江湖与宵夜 一种深夜风味完美呈现 它穿越时光而未美鲜生 夏季时节 最是彌族珍贵 这是一场寻味的秘境 坚硬的外壳下 解锁了核心的奥妙 鲜货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既已成就了卢州的地道风味 进一步料理 小龙虾便可获得一种不同的舌尖滋味 隐匿着卢州人迷恋的夏季美味 长风螺糖香 万亩水域 酸碱水质为小龙虾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 保证肉质坚实饱满 小龙虾 獨特的水生环境和多样的生长规律 让这种核心食材演绎出了地道的卢州风味 凌晨四点 印极村还包裹在朦胧的城光里 周德 土生土长的当地养家人 从现在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等待他的是食材的收获 也是自然风味的开始 清晨 湖水褪去 水塘露出一根根潜藏水底的网笼 这些零星的笼子 藏着街头像为火爆生意的秘密 小龙虾学名客室圆傲 一种生长在湿地浅滩的自然风味 罗塘香优质的水生环境 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 出产的小龙虾肥大鲜美 九十年代 卢州人开始养殖小龙虾 小龙虾美食火爆全国 河飞小龙虾 作为地道的安徽美食代表 承载着卢州人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 每逢夏季 小龙虾的美食节日 遗难在河飞的大街小巷 为来往时刻带来难忘的味觉之旅 清晨的水底是一场寻味集结 此刻是收获小龙虾的最佳时间 寻味的钥匙就潜藏在周师傅的手中 用最快速度采集龙虾 树小时候 这里将被湖水淹没 虾龙快速收缩 自然提起 小龙虾全部集中在龙王底部 快速倒入大火盘中 河飞小龙虾属于亚热带淡水小龙虾 生产快 质量高 只需一年就能成熟 如今罗唐香每天便可产出数千公斤小龙虾 午后时温湖水淡去 是小龙虾觅食时刻 小龙虾成长少不了另一种物料 大豆 大豆含有丰富植物蛋白质 为小龙虾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经过微生物的慢慢分解 改善了水体微生物自身 小龙虾富含多种氨基酸 蛋白质含量接近18.9% 高于大多数的淡水和海水余下 罗唐香出产的小龙虾格外美美 长达五个小时的劳作 收集小龙虾告一段落 对于周德来说 丰收最是福为人心 交通的便利促成小龙虾新鲜的转运 大包上秤 登记分类 而对小龙虾而言 他们的风味使命 才刚刚开始 地理环境的优势 卢州人吃小龙虾 从捕捞到入口不超过十小时 下午两点 整理好的小龙虾 已经抵达合肥中菜市 为了留住小龙虾的鲜味口感 摇杆一刻不能停顿 肚子比较白的 然后这个说明水热就比较好 肚子下面都是白的都比较干净的 食材的汇聚碰撞 更是简单的人生风味 小小龙虾的错落有致 可以 狮虾 小龙虾的错落有致 一定程度上 要多个小龙虾 出卢州人的书香情怀 想在卢州工位的街头立足 小院必须掌握一两门独家绝活 留住小龙虾最鲜美的味道 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 这是实景对记忆的考验 徐阿姨小龙虾处理器工 顺着虾肉中隐约的纹理 快速精准下刀 物总会虾肉的本身 保证了小龙虾鲜嫩口感 捏住虾尾部中间关节 顺势一捏 虾线自然带出 剪开虾背 龙虾若脂娇嫩 纤细洁白 鲜味妙不可言 小龙虾吃法也颇有讲究 枝朵丰盈的虾肉 通常搭配烧烤刺激的各色美食 将小龙虾与配菜完美融合 这时候需要一个合适的媒介 甘醇拉丝的酱汁 使味道的升级体验 维加小龙虾店的斩料 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方 是吸引各自回头客的秘密武器 觉得他们家龙虾口味 相对比较独特一点 感觉很好吃 很对我的胃口 龙虾非常的好吃 非常美味 味道也非常的固定 李俊 卢州街头向维有经验大厨 做小龙虾时 也不敢掉以轻心 洗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将打下倒入油锅 油花四溅 热油快速锁住虾的水分 一瞬间 虾肉快速定型 保证了小龙虾的鲜味Q弹 肉质顿时拿到鲜味高峰 自为白转迂回 小龙虾的转化就藏在青壳间 油脂物高分子快速发酵 虾肉均匀吸收草本芳香 给龙虾注入了新的灵魂 夜幕降临 时刻慢慢登场 小龙虾的风味仍在继续传递 让卢州的夜更加精彩热闹 如今 小龙虾已经成为卢州人 味觉记忆的一部分 在鲜爽口感和新鲜滋味之间 隐藏着卢州人对美食的见解 炼击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集体味觉 好食材才能做出来好味道 刚好呢 何卫这个城市呢 也有做龙虾的这个历史 人间之味 舌尖上的味蕾探寻 让处在卢州的异乡人 温暖甜蜜 此刻 对于养蝦人周德一家 正在制作一顿丰盛的晚餐 汪大姐已经整理好一天的龙虾 时刻的味蕾尝试 为姚凯的校院增添热闹 卢州人 最简单的食材 百般演绎 小龙虾 作为卢州人专属的味觉密码 卢州人最终爱的 仍然是它最纯粹的风味 酸甜苦辣 百转青回 从香毒风味到市井美食 唯独臭 让有些人静而远之 又让人爱不适口 丰富的滋味 滋养着诱惑 一生吃绝处 无梦到灰州 安徽 山川秀丽 如诗如画 独具地方风味的灰彩 也让人魂牵梦影 臭桂鱼 作为灰彩中的代表 以臭著名 赋予人们欲把不能的舌尖体验 在古代 臭桂鱼也被称为孝子鱼 与华 有名的灰彩大厨 在广德经营着一家特色菜馆 尽管每天要烹饪各类菜要 最让他念念不忘的 还是家的味道 清晨 与华早早出门 今天 他要回乡下 看望许久未见的母亲 并亲自做一道臭桂鱼 雨后的山村 临近而祥和 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绿花 并不知道 母亲刘远春 早早便在门口等她回家 快点 奶奶 爸爸 抱着 你 让他 这个大 它大 大 它小胖是不是 手 你在里面不大呢 你不要车还小得干了吗 这个种的粪菜啊 鲑鱼的臭 源于鱼体内芳香的氨基酸 产生四臭非臭的气味 臭味的获取需要经过特殊的腌制 寒冷湿润的冬季 正是腌制臭鲑鱼的最佳时间 臭鲑鱼这个腌渍非常重要 黄酒去腥 姜葱增香 适量盐腌 香菜和蒜苗塞入腹内 这是一条家常臭鲑鱼 方便快捷的腌制方法 传统的干腌法 需要花椒盐擦抹鱼身表层 整齐排马在桶内 用石块压腌 使鱼肉排出水分更加入味 湿润环境下 鱼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氨基酸 食鱼种风味物质 造就了臭鲑鱼 咸酸甜鲜的丰富口感 腌制好的臭鲑鱼 肉不服 塞暗红 瞬间散发的特殊气味 预示着烹饪时刻的到来 父亲食材 母亲刷菇 食材准备完毕 烹饪大戏 正式开启 先煎后烧 油温锁紧鱼肉咸腔 加倍提现增香 尽情燃烧的柴火 让不同的食材滋味 在焖煮中热烈碰撞 加速鱼肉 油臭到香的风味转化 我们干锅盖之后 小火干十分钟就可以了 随着香菜的加入 酱汁浓厚 辛香微辣的家常臭鲑鱼 飘香起锅 臭鲑鱼不仅是一道传统名菜 也是回州人醉解香愁的风味 臭鲑鱼并不是鲑鱼的独家标签 在和肥 同样也有臭味相投的汁脊 早晨五点 在和肥拱城街 商贩们准时开摊 一条近四百米的街巷 隐藏着一家风味炉舟的美食 初季四弯肥肠 因其酱香浓郁 回味无穷 让人念念不忘 每天上百斤肥肠 不到四小时便销售一空 肥肥肠 含有适量的脂肪 韧性十足 有润造 补虚的功效 肥肠做法多样 每一种都别有滋味 白纸 桂皮 八角 各种顶级香料的最佳搭配 便可让非常华丽蜕变 幻化出独特的卤味 凌晨一点 当城市还在熟睡 朱祁索迎来经历最集中的时候 为保证肥肠口味最佳 核心味觉的酿造 必须在初摊一小时前完成 二十三年的风味摸索和淬炼 让它对火候的把握 酱料的配比了然于心 朱祁索的鲁肥肠 讲究酱香浓郁 留有回味 为保证肥肠均匀入味 上百次的搅拌 是对力量和手法的考验 高温炉煮下 锅炉中激发出的蒸汽 升腾缭绕 这是肥肠风味集结的讯号 筷子迅速插入 试探肥肠的软烂程度 确保肥肠达到坛而不烂的境界 三个多小时的风味酝酿 以国香醇尽道的四弯肥肠 诱惑诞生 在灰菜的烹饪中 灰州梅干菜的地位不可小觑 独特的芳香气味和回甜口感 总能让菜肴增添别样风味 张明辉 安徽黄山人 与妻子经营着一家餐馆 每天早上八点 她都会赶往菜市场 为登天的时刻 准备新鲜食材 围干菜烧肥肠 作为张明辉的一道拿手菜 复杂的工序 是普通菜摇的好几倍 一碗面粉 一碗盐 混合加入 反复揉搓 叙出杂质和意味 看似简单的清理 却是保证大肠不臭不腥的关键 十大肠 是个考验人带心的活 特别是这个季节 冬天 天很冷 手指冻得发红 但是再冷的天气 你也不能舒服它 洗净的肥肠 焯水后 需用凉水冲洗 锁定营养的同时 也塑造了非常的嫩化Q弹 然而 要获取肥肠的丰富滋味 还需要卤水的慢火温顿 待卤制完成 接下来便是风味的最后集结 高温爆炒 肥肠滋滋甜蜜 本地梅干菜的加入 使肉质得意吸收 口感肥而不腻 张明辉 用家常的烹饪方式 让肥肠演绎出独特的灰州风味 美味的起点 并不仅仅是香 与其说留恋一种风味 倒不如记挂一个人 世间滋味万千 离不开情罪当先 囤西 张明辉和妻子 正热情招待每一位时刻 广德 刘远春再一次送给儿子 合肥 朱祁佐站在门口 募送妻子出单 石 穿越历史 跨过山河 串联点滴生活 时光如是 风味依旧 淮河两岸 独特的气候环境 塑造不特的风味 同一种食材 万千般变化 仍靠手艺转成文化 用心守护风味的转化 付出勤劳与时间 获得食物敬意信仰 滋养万物 这是朴实无华的佳肴 时光荏苒 风味不变 烟火点亮 刺激温暖 朱塘村 中国三大挂面村之一 75岁的范家祥 几十年一直坚持传统工艺 无论时代如何变换 城市如何发展 对于做挂面 范师傅一直有自己的追求 将和好的面用被子盖好 醒面 手工挂面的制作 可谓是十分繁琐 遵循称其规律 范师傅将醒好的面摊开 用擀面杖反复压实 制成一块大面皮 撒上面粉 将面切成大小均匀的面条 操作行云流水 为了保证面的韧度 将面条搓揉上劲 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技巧 范师傅夫妻默契配合 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记忆 才能将致面的工艺 做到如此的纯熟和精湛 经过两次盘条揉搓 粗面条变得细长均匀 面慢慢盘入套盆 等待面的将是风味的叫变 颜色渐黑 夫妻二人开始忙碌起来 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它直接决定着挂面的品质 这个步骤叫做上竹 在这个过程中 手的触感非常关键 凭借经验来掌握力道和速度 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过程 范师傅则借助陶刚弧度 左右均匀发力拉伤面条 拉条是一个既需要记忆 又需要体力的过程 拉长的面条放入木箱 箱内慢慢形成密集的网状 第二天 手工挂面的亮晒 气温和湿度必须恰到好处 一把把面条如同丝绸 从范师傅手中滑过 反复均均匀拉扯 挂面跟随节奏不断拉长变细 直至挂面细入长发 阳光透过面条的缝隙 微微颤抖 挂面包含绵长的情感 坚守着本心 让传统风味走向生活 在河飞本地 有一道挂面做的美食 泥秋挂面 王韵翔作为当地社区工作人员 每天忙碌于基层 今天他要去李道满家 做一道挂面美食 冬季的乡村略显安静 王韵翔和李道满来到池塘边 李道满拉住网线 慢慢往岸边拖拽 快速提起网楼 移秋身体柔软而有弹性 有细长的尾巴和小旗 移秋中富含优质蛋白质 营养丰富 口感鲜美 常被用来做成各种菜肴 冬季小医院显得那么质朴 王韵翔做事干净利落 将泥秋都倒入盆中 加起泥秋 去除多余内脏 泥秋再次用井水清洗干净 将柴柴的新鲜鲜 lose 将柴柴的新鲜大蒜放入盆中 缩在表面的泥土和污垢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清洗后大蒜生姜切断 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冲洗干净备用 将姜片 葱 蒜 辣椒 倒入热油中 翻炒冰箱 来香味激发 这个炒丘柳也很关心 大火我说就把丘柳守护了 就不小 加入适量清水 冷水倒入泥球慢煮 吃凉料酒激发味道 盖盖焖煮 香味四溢 揪出一把刮面 刮面与汤汁快速融合 刺激面粉与沉淀物溢出 一碗泥酒刮面 汤汁的醇厚 刮面的嚼劲 满足了合肥人的食欲 更是香淋的美味佳肴 面食在中国饮食文化中 有着特殊意义 清凉淮和以北 完美地区的面食 有着不一样的风味 一根面串联一种文化 徐浩广 15年版面经验的专业师傅 始终保持着 对传统版面的尊重和热爱 太和板面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面食 制作过程繁琐 需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根据经验掌握好水分比例 将面揉成絮状 把这个面搓成絮状 然后再一块红成面团 双手按压面团 沿一个方向推压揉 反复数次 直到面团柔软又弹性 揉好的面 还需20到30分钟醒发 醒好的面按压成块 用刀将其切成宽度约为2厘米的面条 擀面是一个技术活 用手掌向外推动面条 保持力度均匀 面条厚度逐渐变幻 将擀好的面条提起 让面条自由悬挂 用力摔打 反复多次 这一步可以让面条更有弹性和绞劲 太和板面通常以羊肉为主料 羊肉的肉质比较细腻 加上20多种香料 调料熬至而成 其味道独特 十分美味 选取新鲜的羊油下锅煸炒 使肉表面形成焦香 留下纯香味美的羊油 辅料下锅煸出香味捞出 新鲜鲜的辣椒反复爆炒 直到杂质香脆 散发出浓郁的辣味 这时候加入切块羊肉 辣味充分释放 增加羊肉的口感层次 同时让肉质吸收足够的味道 快面下锅 面条煮熟 沥干水分捞出 面条淋上浓郁的汤汁 鲜香汤汁与爽弹的面条 交织出独特的美味风情 令人回味无穷 面是生活中寻常食物 承载着情感和记忆 在喧嚣的都市中 简单的一碗面 可以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 无论是小巷中的拉面摊 还是高档餐厅的精致面食 面条都是一种 跨越时空的美味 它连接着过去和现在 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 山川原野 滋养风味的乐章 人们因传统经验 勤劳致富 味道是得到收获后的完美滋味 碾沾与变异 传统与创意 一种相应风味 繁朴而归 时光流逝 味道不改 匠心手艺 最是打动人心 林寅 字幕 不同於普通的水豆腐 從選料到工藝都叫為講究 毛豆腐的原始風味是豆腐 對於豆腐的製作 芳心慾銘記於心 豆漿用煮咬慢慢撈出 倒入鐵桶 分多次倒入一個大的容器過濾豆漿 枝葉潔白如玉 毛豆腐的製作這一步至關重要 選取特製鹵水凝腐 是毛豆腐最為特別的一道工序 豆腐也發生幾個星期 可以掃毛這個菌 倒過鹵水的豆漿 豆腐花便凝固成小塊 由溶膠狀態轉變成凝膠狀態 將豆腐花均勻咬入木梯 平塗均勻 紗布對角包裹塑形 用木板層層擠壓 瀝出水分 再借助重物按壓出更多的水分 最終形成一塊嫩豆腐 時間讓豆腐華麗轉變 增上木塊 順著一個方向快速劃刀 將豆腐切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塊 撒上食鹽 整齊擺放在乾淨的竹面上 毛豆腐發酵 需溫度濕度恒定 控制在16攝氏度左右 保持五天 空氣中的毛霉菌 在豆腐表面自然發霉 這是一種食用菌 這種有益菌含有豐富的 藍基酸和維生素B12 對黃山本地人來說 毛豆腐加常的烹飪方法 就是油煎 油煎可以更好地導熱 鎖住豆腐的鮮美 將豆腐油煎兩面金黃 塗上一層辣椒 鹹鹹微辣 毛豆腐煎過以後 口感外脆里糯 春暖灰粥 以此印象徽味之旅 拉開風味的序幕 清晨 清晨 陳剛夫婦開始打包裝車 清晨 清晨 收買豆腐乾全包在張大嫂身上 收穫總是有很多的憧憬 艱辛伴隨收穫 感情一直是鄉鎮商品交易的活動方式 在過往融洋 在過往融津中 會鄉鎖留下許久溫度 安徽潮湖時兩河農貿市場 張大姐的豆干就在這裡收買 帶著對食物的尊敬與信仰 招呼來往的鄉里鄉親 為了保證收買的豆腐新鮮 陳剛家的豆腐總是在凌晨開始 黃豆的浸泡是製作豆腐乾的重要環境 黃豆經過一夜浸泡 使其點的更加柔軟和膨脹 上午10點 陳師傅開始製作豆腐乾 處理黃豆是重要一步 黃豆要反覆討喜 直到晶瑩剔頭 這樣的黃豆炸炸出的豆汁 口感潤滑 黃豆富含大量的布保和脂肪酸 維生醋及優質蛋白質 可製作出很多種豆製品 豆漿不斷流出 得到一份鮮嫩白皙的枝葉 豆漿經過高溫殺菌 使其肺腦 使豆漿中的蛋白質 發生熱變性的過程 豆漿華麗轉身 豆漿華麗轉身 人們用傳統手藝 朝夕勞作 用汗水銀的大自然的語錄恩則 夏季炎炎 一種香葉風味質樸親切 千年留存而味美唇齒 豆腐乾色澤較紅 細嚼味長 回味持久 味美香醇 安徽寿寫 一座文化地雲豐富的城市 張世宏 豆腐宴製作記憶傳承人 從油炸小吃到金雕藝術 多年來 張世宏保持著手工豆腐的製作 通過石墨的摩擦作用 使得豆漿中的蛋白質 更易形成膠狀 磨好的通過紗布過濾 從而使豆腐質地更加細膩滑嫩 豆腐形色白玉 晶莹有光澤 質地彈性靈活 營養豐富 三月地裏的麥苗 整世席人 又是收穫一面 在張世宏眼中 一塊小小豆腐 都有它自己的藝術 菊花豆腐 是一道非常考驗厨師 刀工和耐心的風味 一塊封存大小的豆腐 放入掌心 連續橫竖切上千刀 保證豆腐細如法絲 正如范草 形味靈動 豆腐在它手中 化為千絲萬縷 牡丹豆腐更加考究刀工 釣牡丹豆腐 一定要借用誰的護理 在誰中釣坑 最主要的是 行一定要近 刀一定要穩 張世宏下刀仔細 豆腐在水中油液如魚 一刻間 一朵水中抹丹 徐徐如生 匠心不改 風味不變 豆腐定型撒上抹茶 鮮嫩爽彈 豆腐的每一種風味 都有自己的特點 豆腐裹上面包糠 高溫入油鍋 炸至金黃 表皮脆爽 里諾清香 豆腐皮沾上半夜面 下鍋油炸 炸至兩面金黃 切塊心心自然 一塊豆腐 一桌菜肴 豆腐燕 從壽縣底蕴文化中 汲取營養 深受顧客青睞 豆腐是豆腐皮包的 非常嫩 非常細膩 現在是壽縣的 看到肥皂又是育 豆腐呢 比較爽滑 結白如玉 是這個青龍豆腐 就是味道理的呢 豆腐飛升淮河兩岸 趁著春雨萌萌 芳心裕的毛豆腐 越發香蜜 暑去秋來 豆腐肝走進尋常人家 手藝也塑造了美食 將煙火點亮生活 將風味化作時光 千鈎萬赫的表層 恰如奶油般的柔滑細膩 散發著淡淡的鮮香 這是源於羊骨中的膠原蛋白 被高溫融化後 又冷凝結成膠狀 複雜的加工 孕育出一種獨特的風味 十二月 安徽消遣 本地白山羊 又迎來緊鞘的時候 今天 又將有一隻山羊離開這裡 羊大爺有些不捨 每隔一周 豬連營就會來到這裡 完成一件重要的事 尋覓上好的山羊 是它熬好一碗羊湯的開端 我們養的羊每天早上六點鐘 給它上菜 吃三上的椰草 喝三鹽水 到的羊 撒出羊肉 不要鹹不要嫩 不要嫩 豬肉湯 不要濃 沒有綿羊那個香味 消遣羊肉湯 作為中國傳統營湯 因其唇而不煽 肥而不膩 盛名超三百多年 吃羊肉 喝羊湯 更是當地人一日三餐裡 面面不忘的香味 然而 一碗地道的消遣羊肉湯 對食材的風味轉換 需要精準把控 上午十點 豬連營將山羊運回店裡 接下來 便是風味的力量時刻 切割羊骨 講究蘊藏分寸之間 羊腿的完整剔除方法 要保持羊骨筋的完整性 還有這個羊骨頭上面 要帶一點肉 作為消遣羊肉湯的核心食材 豬連營的熬湯工藝自有秘訣 我的羊肉湯 用散除骨頭 一個是前腿骨 後腿骨 還有一個是羊血骨 羊骨含有磷酸鈣 碳酸鈣 胡椒原等成分 其性偽剛溫 有補腎強勁的作用 羊骨清理完畢 加入適量清水 接下來便是長達八個多小時的熬製時間 高溫沸水下 湯汁激發成乳白色 出鍋的羊湯 如奶之般濃醇 鮮香四溢 羊肉打底 加入熱氣噹噹的羊湯 香菜提味 一碗地道的蕭線羊肉湯 盛莊登場 也正是這一碗 集結著香 醇 鮮 辣 多重口感的羊肉湯 征服著人們的舌尖味蕾 這碗它是用的北京小山羊肉 就是吃起來北京不膩 常常在外地 每一次回小鮮的時候 就想著喝小鮮的羊肉湯 外地也是做不出這個味的 這個羊肉湯我從小大家都喜歡喝 就是冬天的時候喝完 昏睡暖洋的特別好 安徽人 在飲食上的差異 南北各不相同 在灰菜系中 雜糧與肉類的碰撞 釀造出一道粉湯絕配的 雞排小吃 濃醇而美味 從河飛出發 一路向北一百三十公里 抵達淮北平原南端的回寧村 每天 師傅們要在半小時內 對一頭牛完成所有部位的分解 也正是這種生長在淮河流域的黃牛 成為了淮南牛肉湯的原生食材 在淮南 除了傳統的早餐 很多當地人的清晨 是被一碗純香的牛肉湯喚醒 湯館中的人生鼎沸 映照出淮南人的熱情和豪爽 相傳 牛肉湯的吃法是回寒民族融合的產物 千百年的傳承 成為了一道安徽的代表風味 李華錦做牛肉湯已經有二十多年 她清楚地知道 湯才是俘获食客味蕾的靈魂 選取招水的牛肉 牛骨和二十多位秘制藥包 慢火熬煮六個多小時 才能熬出一鍋原汁原味的牛肉湯 牛油湯鍋 熱辣滾燙 紅薯粉絲和千張快速下鍋 用時不到三分鐘 粉絲爽滑軟糯 湯底清亮鮮美 撒上香菜蔥花 一碗湯味醇厚 鮮香爽辣的牛肉湯 由此代聲 在淮南 喝牛肉湯必配一份酥油燒餅 一口湯一口餅的絕佳CP 承載的不僅是美食 更凝結著淮南人的 濃濃家鄉情 這家牛肉湯的味道正好 而且是不鮮不辣 適合大龍口味 主要牛肉湯我吃有兩年多 一個星期最低的來兩次 民以食為天 食以湯為鮮 在合肥 另一種用豬頭熬製而成的湯 久經歲月的沉澱和工業的傳承 成為當地家喻戶曉的風味標籤 老闆來一份豬頭湯 要整的要最大 老闆整的 好的 老闆二十部豬頭湯 在這裡已經開了四十餘年 味道飯店時間 時刻們聞香而來 一口湯 一口飯 無疑是世景生活中最溫暖的味道 豬頭湯的味道靈魂 全掌握在王梅香手裡 王梅香熬製豬頭湯的手藝 傳承於她的公公 一碗鮮美醇厚的豬頭湯 需要新手合一的塑造 洗淨的豬頭在熬製前 需要反覆刷洗 去掉表層的污垢和血跡 要把它去掛的 豬頭臉朝上放入鍋中 久經熬製的湯水 是一鍋豬頭湯美味的基礎 蓋上蓋子大火燒開 烏火燉兩個小時就行了 二十步豬頭湯的熬製 講求湯底鮮美 回味醇厚 先用大火燒開 再用小火燉煮 使豬頭肉軟爛又不適嚼勁 為達到極致的口感 煮好的豬頭肉 還需要心靈手腳的快速分解 像這個一定要趁熱狗 要不趁熱的話 冷了以後它就狗不下來了 骨肉分離後進一步處理 根據肉部位的差異 得到兩種口感的風味 整肉 源於豬臉夾肉 入口順滑富有彈性 碎肉 則因精手相見而嚼勁十足 品嘗一道正宗的豬頭湯 離不開店家自製的下飯小菜 雖不見風盛 卻賦予舌尖別樣的滋味 一道豬頭湯 用傳統的烹飪方式 將肉香流於唇齒 鮮美落於腹內 吸引著遠近時刻的眷顧 也在合肥的大街小巷中 留下獨有的記憶 無論是歲暮天寒 春去秋來 安徽人的餐桌上 都離不開一碗湯的味景 在宵線 三福天吃羊肉喝羊湯 早已成為當地一種飲食文化 在淮南 有肉湯加上酥軟的燒餅 再一次拍起人們一天的味蕾 在合肥 豬頭湯的滋味仍在穿肠療味